中文獄 大叔今天要跟著那個薇納兵哥 去車聚一下 去聚會 今天薇納兵哥有一個車聚 剛好大叔有那個榮幸來參加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一台 這一台是那個大維納兵哥對不對 對,這是大維納兵哥 大維納兵哥喔 但是我們從前面這邊看的時候 其實很清楚就知道它是福斯的引擎 對,它是VR6 而且是VR6 讓這個車是從哪裡進來的 從美國進來,維納兵哥廠 本身打造進來就是合格的那個錄影車 那它引擎其實跟國內VR6是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140匹6缸引擎 對,它就是一個VR6 後面的跟內裝不一樣,底盤也一樣 底盤有強化,因為它畢竟車頓比較重 是 它的屬性就是一個錄影車 大型的錄影車 對 那它這個 你說這個引擎是跟國內我們那個VR6 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它應該這種 這一台是在國外打造的 對 引擎也是在國外打造的 其實引擎都是原裝 國內的引擎也都是原裝的 不是國內組裝喔 只是把它組合起來 那引擎是原裝進來裝上去而已 所以所有的零件幾乎都是國外 所以那早期的那個慶重啊 他們的VR6引擎 其實跟國外的VR6引擎是一模一樣 同一個啊 同一個東西 只是一個是在國外組裝 一個是在國內組裝 因為我們看像這種車系啊 像浮世的車系啊 我不知道現在T5有沒有啦 但是現在的T5非常的多 然後它就是一個車頭 但是它後面就是一個錄影箱 對 就一個像是這樣子 對 改裝方式都是這樣子啦 後面是車體打造 前面是用原車頭 或是底盤車來去改造 它會不會是整台下去切的不是 還是它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下去打造出來 這個要問車主 比較了解 這個的話是美國維納兵哥原廠 他先跟德國福斯買車頭 那他的車頭大量呢 只有到車頭後面正關的 大量就到這邊 就跟貨車一樣 對 他只有車頭而已 那車頭進來的時候是 兩兩相相背對著 但是車頭跟車頭連在一起 對 後來維納兵哥再把它切開之後 就開始打造後面的車身 就 其實就跟我們現在買那個貨車是一樣的意思 我就是買一個福斯的車頭 然後他就是打造他想要的車身 就是說維納兵哥他滿厲害的 就是他的大量 還是有辦法把它再接長這樣子 拉到這樣6米7的長度 這個整個是6米7喔 這長度6米7 對 那很長耶 你在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說台灣的有一些山路 山路的話 如果太窄的話 確實是會比較 比較不好會車等等之類的 因為你看啊 他的那個後照鏡啊 他的後照鏡也是一樣的 加長 為了穿車體 放你看不到視線 對啊 他兩邊啊 兩邊都一定要加長 對啊 對啊 是啊 是啊 這個車在台灣真的非常少見 之前有看到一台 我們之前有看到一台很像 但是他的車頭是 方的 斜斜 斜的斜的 像你這樣子開的話 你像譬如說 我們以VR6的引擎來講 VR6的引擎來講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台不夠力 以VR6 140匹跑這台車來講的話 如果在一般的道路來開的話 我是覺得剛剛好 剛剛好 但是你在高速公路上 比如說像上林口的大波道之類的 其實都還要退到三檔 甚至如果我滿載七個人的時候 還是要退到二檔 那不用 不要說是你這一台 我們自己開VR6的話 有時候我們是會退下來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開一點 那表示他很夠力啊 基本上這台去過塔塔加 或者是武嶺都上去過 那以這麼大的車 能夠跑到這個地方來玩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夠用的 而且它是汽油引擎 不是柴油 對 畢竟它是汽油引擎 是 那個再問一下廠長 你保養這一台 跟保養我們一般的VIA6 有沒有什麼不同 都一樣 都一樣 沒有什麼 幾樣比較電子零件小樣的 它比較特殊 它有哪些是不一樣 譬如說涵氧感濕器 會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號碼跟國內不一樣 而且它是兩次涵氧 對 它是兩次涵氧 它的訂正器也不一樣 因為都會配合底盤 所以有些東西 車主自己從國外訂進來 對 就只能這樣去處理 因為畢竟這東西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只能從國外找 對 那其實包含維修都一樣 都一樣 嗯 那2.5的你有 這邊你有保養過嗎 這種車 2.5的維大畢哥 之前有來過一台 有來過一台 對 那 這台灣是個位數沒有幾台 現在台灣大概有幾台 據我自己所知道的至少五台 至少 但是有沒有再多這個就不曉得了 你說這種大型的維那冰哥 大型的維那冰哥有五台就對了 我所知道大概有五台 那這應該是早期那個代理商他們辦進來的 這應該是個人 個人自己辦進來的 這個你這台幾年了 這台是1999年的底盤 那 它的形式的話是西元2000年的形式 嗯 對 1999 啊 我們現在的維那冰哥到底有幾年 你說這一款嗎 沒有 我說小型的維那冰哥 小維那冰哥的話 9495 對 19941995 所以它比維那冰哥還要年輕 其實他們是同時 小維那冰哥比較早一點 後面那個是小維那冰哥 對啊 它比較早一點點推出 那後來再推出這台大款 後來的 維那出到2003 對 2004 它有到2004 2004 就沒有 就跟VR6一樣出到2004 對 因為引擎的關係 對啊 對啊 然後再來就出T5了 對 再來就T5了 這個 車身的部分裡面內裝我們下一集 其實這個吼 我很想問你一個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看喔 好來 像這個 那個 陳廠長長 像這個 維那冰哥的是方頭的對不對 對 對 那方頭的 一般 我們方頭的 那個車頭大部分就是 98年以前的 是不是這樣 哦 不是 不是 其實我們分T4 分GP 這是代碼 我們不是T4的代碼 那T4車款我們 我們是屬於93年到97年 這叫T4車款 是 後來改款叫GP車款 是 就從98年到2004 是 好 那 T4車款93年到97年這個 不管什麼車款都是方頭 可是改款之後的GP車款就有源頭 對 對 那可是 98年之後也有方頭 譬如長軸的 Combi 它是方頭 只要是Combi車款一定是方頭 嗯 那假如是Caravela就是源頭 可是這是98年之後才有的 就分量中 維納兵戈的那個 那個 VR6的引擎 那我們沒辦法看到那個 小維納兵戈的那個 就是比較後代的引擎 你知道嗎 哦 原來是 台灣的維納兵戈那時候是 沒有 後期的引擎沒有進來 沒有 那知道的訊息現在剩下9台 一台沒了 一台聽說 撞掉了 哦是撞掉了 撞掉了 它剩9台 是 現在知道訊息是這樣的 台灣目前 我們車去就可以看到 9台 9台 所以 台灣的9台全部都在你這邊 沒有 我有服務到 有服務到9台 服務到這款車 是啊 參與經典之作 對啊 而且 而且我們今天還有一個 T貨啦 T貨的那個 露營車 幾乎都是 短軸的 我們看T5 T6 都短軸的嘛 那再來就是 T4 T4早期 長軸的也有 總代理 慶仲當時也有出一批長軸的 他們自己開的頂 對 在國內開的頂 不對 那國外的就是有維納兵戈 那個 再來就是國內自己 國內業者自己開發的 那我知道 那個長短軸都有啊 像譬如說 我還有看到那個T4的時候 它是屬於 也是原廠的露營車 那是進來的露營車 那個也是跟維納兵戈一樣 那是早期進來的那個露營車 你講的是短軸 MARTI RAN的那種 對 露營車 但是是原廠露營車 對 有 那一批就蠻多 那93年那一批 進口很多 跟維納兵戈又不太一樣 因為維納兵戈的配備就等於現在加多號了 等級有差了 它那個只有床而已啦 只有先頂 只有頂跟床 對 維納兵戈裡面是 是應有盡援 然後它就是側邊一個桌 它那個一個桌面 然後好像椅子也不能旋轉 不能 對 它後面椅子是對座 對 它有一個對座的椅子 那個我有看過 我這一款車 美國的維納兵戈跟德國來講的話 唯一很大的不同就是 美國是一定用長座下去打造的 德國也有維納兵戈 我說美國的維納兵戈 打造這個路由車的話 它是用長座的 對 其實在德國福祉原廠的話呢 它的T4 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California的話 他們德國都是用短軸的 這是美規跟歐規比較不一樣的 設定 因為德國的 應該說歐洲的 他們的路都比較小啊 對不對 或者是說他們的習慣 因為現在的那個加州號幾乎全部都短軸的 對 其實都短軸而已 其實我就覺得 對呀 我就覺得很好玩 他們為什麼不打造長軸的 哈哈 既然它有長軸的那個T5 它有長軸的T5T6 它為什麼不打造 對啊 長軸的 露營車 相信這是很多人想要的 T5T6的話 德國的那個是California是短軸嘛 但是這個車如果說到英國的時候 英國的T5T6車廠的話 它也都是一律用長軸去做先頂露營車 所以是美國英國都是用長軸 那這個德國比較堅持就是用短軸的 有人考量安全嗎 有可能 因為開頂的剛性 不太一樣 對對對 所以這邊好像到安全考量 而且開頂 只要是開頂 只要是開頂幾乎是單邊的 對啦 因為那個長度不一樣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OK 去參加一下車聚吧 蓋下來 換一點點 你看 它是一個 你看它兩個輪子是沒有在 一個平行線耶 沒有在平行線上 所以它開起來的時候 它是有點像 三角形的感覺 所以 高速的時候非常的平穩 好奇怪的設計 因為可能是它後面載重的關係 一來是載重 二來就是說車身長 對 那你轉彎的時候 這樣車子比較穩 是 對 因為畢竟 這台車空車是三噸 是 光空車就三噸 哇 哇 那我們VR6真的很會載 VR6 對啊 真的很厲害 這顆引擎其實 如果以這個維修的師傅來講說 引擎都是一樣的 但也許它的 是不是在原廠的設定上 又有稍微的調教不一樣 電腦有調教過 可能 對 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才會這麼有力 就像我們剛剛講 其實它 在一般道路上這樣開都非常夠用 非常夠用 就是說 後期 後期2002年開始 這個T4的話來講 它是 引擎有升級到V6引擎 它是201匹 那這個的話在國內當初慶重 很可惜就是沒有沒有再進化到這一批的 對啊 所以我們國內所看的到就是 VR6就是140匹 然後全部都是短軸 但是在 美國來講的話 VR6是長軸的 哦 對 對 美國 了解 好 那也是一個輪子耶 齁 對 等一下你會覺得 原來它還有一個蠻不一樣的 配肥的 你要打多少 好 輪胎都打60 好像說它有不一樣的東西 對 因為車子載重 所以這個都用 輕貨卡胎下去載重 是 哦 那 這是安全上的一個跑量哦 貝斯燈黃桶 那它的 避震來講的話 前後都是 在 呃 維納賓哥來講 當初出場的時候 都是用 貝斯燈黃桶的 那後面的黃桶比較長 因為 畢竟 車子重嘛 那後面的避震 它是設計是用葉子板 鋼板 好 鋼板的方式 來 來擺動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車子因為重哦 所以為了 呃 乘坐舒適 是 它在避震上還有一個 這個 這叫 呃 空氣 空氣 彈簧 這邊 哦 這裡有空氣彈簧 這裡有個空氣彈簧 呃 手要伸進去才看得到 好 那這個空氣彈簧的話 其他的原理就跟氣球的 原理是一樣的 對 這增加乘坐的一個舒適感 了解 所以它 它是要打氣 這個是要打氣用的 那這個在 維納賓哥來講的話 當初是屬於選配 嗯 是屬於選配的項目 剛好你這台都有 哦 對 可能是 之前 在美國的話 已經 車主已經有把它加裝了 他現在要 讓他車身身高 對 你看車身那會浮高 車身會升高 啊 對對對 很快 對對對 太多了 40就可以了 啊 它要兩邊嘛 對 兩邊 要兩邊打 對 兩邊打 對 這個對於坐在後面乘坐的人哦 那個舒適度 會很不一樣 是是是 那今天沒辦法去感覺 對呀 下次 真的哦 可以 對啊 下次啊 下次 看有沒有機會來跟你錄一下 你都多久出去錄一次 六日有空的話就會出去玩 是哦 就常常出去玩就對了 OK 好了 我都準備好了 出發了 出發了 OKOK 哦 那 介紹完大維納兵哥之後 我們要今天要來去參加他們的車聚了 哦 今天要去一個露營區 哦 這一台是大維納兵哥 然後 這是 小維納兵哥 這個 OK 然後 再來就是大叔的車 大叔今天開的這台車 也是T4 T4的四船 走了